民情兇勇 亦都沒有很多份怨 不只是把他們三個都放在那裏 只不過他們三個比較有名氣 在政界上大家認識多些 那就要重判他們這樣 因為那個判刑可不重? 周庭是沒有案例的 現在沒有他們被告港區國安法 已經還壓了 由上次上庭到現在 又不讓他們去回應或者去保釋再上訴 很明顯是要做一個很白色的恐怖 打壓 對比同樣警察有犯案 或者是律政司可以亂介入的時候 我看不到這裏有公義性在這裏 你預期中這個判刑嗎? 預期中都是判的 都是重的 都是多的 對 有一個 不緊要 你可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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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小羅 趙小羅 清潔 即是想要清潔 清潔 清潔 陳先生可不可以繼續聽歌幾句 可以可以 是的 今天是特地自製一個在 例如 清潔 清潔 是的 都想 因為 即是他們三位 就算港區國安法實施了之後 都是一個窗口 即是可以很批判性 很帶出民間在運動上的訊息 或者是去審視現況 他們已經沒有很多可以搞遊行集會的空間 只不過是走上網台的評論 或者是擺街站 但是都是累累被打壓的了 那現在再秋後算帳 是想滅聲 那做這個行動就是 希望國際社會 或者大家保持著關注 不要被滅聲 就是 我們做到的就是繼續去關注去生活 你覺得這次的官員 會不會比較重 我不熟悉那些法律 但是我只可以 看回 你比起 另外一些是商人 或者是真是人鬼 攻擊性武器 我覺得他們這個案件 不是真是這麼嚴重 或者講到這麼 挑戰到警察的威權 那為什麼另外一些 都是有政治色彩的案件 律政司可以隨意地 進來介入 撤控 私人檢控一些案件 深水埗的士司機 撞到一個少女斷了雙腳的 或者郭偉強 在立法會襲擊陳志全的 那這些為什麼可以完全沒有後續的呢 你說加入就加入 但是這些你不喜歡他們說的話 那你就要 就是我會覺得是重判了 都是 就是已經是還押著了 就是過去這個 上次上庭到現在的期間 然後又不給緩刑或者是保釋上訴 就是很明顯是要做到禁聲 送他們入獄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 會不會覺得這個法官 其實是沒有考慮到他們參加 當時那個 為什麼要這樣做 當時那個社會氣氛 那個背景是否沒有法律的 絕對 對啦 法庭是盲目去相信警察的 就是他們是很正義的 他們是不能夠受挑戰 不能夠受傷害 有玻璃心的 大哥 那當日 就是他們三個是比較走到前些的 又開麥克風又說話的 但是扔雞蛋啊 或者真的去攔路障那些 那是不是真的他們做了呢 現在似乎是他們三個 吃光所有現場參與過的 或者政府借這個機會 又是去瘋狂打壓 也都沒有考慮到 譬如周庭是沒有任何的案例的 那這一個案件這樣的審訊 比起其他 你說暴動 你說非法集結 你說刑委 你說焚燒 就是那個相對的嚴重性 為什麼都可以判到這樣呢 再加上這些領袖角色的人 又是用來負這些重刑 會不會進一步令到抗爭 或者被分析的壓低 士氣或者看上去的感覺上 可能會是 但是我會見到 就是譬如周庭啦 黃之鋒啦 你港區國安法 那沒有得擺遊行集會 沒有得搞這些的 那變成了擺街站 變成了網台評論時事 那這些都不給的時候 現在壓了他們入獄了 那其實是會趨使到 譬如中學生 賢學施政走出來 或者另外坊間的團體 或者是走去我們日常生活上的 所謂的黃色經濟圈 或者我們是罷食啊 罷搭地鐵啊 就是你是會 你是壓不住這個運動的了 已經 就是過去一年的期間 你沒有去正面回應 去處理任何事情 你繼續瘋狂在這裡 做你的科目的施政啊 完全不漠視民意啦 完全是不公平不公義的審訊啦 還跟我們說法治未死啦 就是大家看在眼內 不能夠明目張膽出來做任何事情 因為做任何事情 那你限聚令現在又說 又傳是由二千元罰到一萬元啦 那他又繼續瘋狂不封關 繼續不斷地引入輸入的個案 他都是不讓你可以出來去合法 有你的人權去 你的言論自由 你的 是的 這些公民權利去瘋狂打壓而已 但是 你打壓一些地方 你打壓不得了 那只要一天還有地方 大家行使到公民權利 可以抗爭表示自己的意志意願 是會不停止的 我覺得 其實這個人啞了 應該香港都會平靜一些的 我覺得 就是他不要露面 他不要講話 他已經無信用了 當然他已經破了產了 然後他講過的事情 幾個月後又會轉 然後又是會 他不做 但是整個政府的班子 所有民政事務處 勞政處 食環 全部都根本是 就是一起去合謀去做這件事的 你說區議會 很掛一些標語 十二港人去關注的 又說要拆下來 接著你醫護把工的 那現在可能第四波來得太厲害了 他才說OK 不追究 只是罰不給人工 不再去追溯回 但是你口講一套 和你做的一套 是背道而馳的 還有你完全沒有底線 就是看到你是越瘋的 你就好像越喪心病狂這樣做 你是很享受這樣做 接著 那些訪問是 好自我中心 亦都是毫無反思 毫無這個政治的智慧 看到現況 是他一手搞到這樣 然後再賴回 那些人上街 任何反對聲音 任何不滿意的 就是錯了 就是暴徒了 他就是要現在 留在立法會的那幫 讚他厲害的超人 特首你很厲害 他就是要這些 多少歲啊大哥 成年人來的 你是特首啊 所以這個人 算了 沒有可信 亦都沒有很期待的 社工